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连主持人貌似都不再提及唐燕和罗进的恋情 让人也是相当的无语 因此不少网友通过这些言行举止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对CP肯定是分了 但是因为要宣传电视剧的关系 才被迫一起出席 只不过分手的说法很快就被证实是子虚无有的了 因为有婚姓公司的员工称 唐燕和罗进找到了自己公司做婚礼策划 具体时间定在了12月6日 也就是唐燕生日这天 其实很明显 唐燕罗进所有举动 无非都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电视剧 而不是去关心他们恋情 而且两人之间的互动虽然不多 但是依旧是甜蜜的很 比如在这个拼图游戏的环节 当大家都拼完了的时候 只剩下唐燕还没有完成 这时候罗进也是主动出手帮忙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这段互动 在例如在这个各学上海话的过程中 两人的交流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丝毫看不出来 唐燕和罗进有什么尴尬的地方 最有趣的莫过于挑水果的环节了 根据主持人的要求 罗进要给唐燕挑一个最符合他剧中形象的水果 结果 罗进挑了一个榴莲拿到了唐糖的身边 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给唐糖下的花枝烂颤 而罗进还有其他演员 则在旁边哈哈大笑 也有很多网友称 罗进的那个笑也很有意义 应该是感情到一定程度 已经接近亲情的了吧 不是小女生小男生还在拍拖 还有点陌生阶段的那种情感 个人感觉是已经像一家人了 所以说唐燕和罗进的感情依旧很稳定 如果网友所言不虚的话 今年年底 唐燕就要成为最美的新娘了